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就我来准备 露露和迪迪来的时候就得起来 知道了吗 迪迪 你会帮我的吧 好奇怪啊 什么意思呀 起来了呀 露露本来是在树荫下睡觉的 但是树荫没有了 影子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 我 我知道 因为光 是的 白天的影子是因为太阳的光而形成的 那么太阳一直都在一个地方吗 太阳早上从那个方向升起来 一直爬到天空的最顶端 然后再回到地面的时候就是晚上了 是的 正因如此 影子的形状也会发生改变 太阳在旁边的时候 影子也往旁边拉得长长的 太阳在头顶的时候 影子就会变短 所以 树荫就没了 好神奇 好神奇 什么好神奇 那什么 那什么 就是 太阳 影子 算了 准备好出去玩了吗 我带来了超级能量球 玩这个的话 肯定超级有趣 我带来了 做沙子成猫的东西 我买了点水果 垫子都准备好了 拿去吧 太阳太大了 容易晒伤 休息的时候要在树荫下哦 好大爷 好开心啊 在这里休息就行了 呃 颜子变小了呢 不变矮了吗 是的 太阳在移动 影子也变小了 不是因为阿卢变矮了吧 太好了 那里也有神奇的东西 海星和贝壳有什么好神奇的 我们来玩球吧 鲁鲁鲁鲁 快看快看 我们找了满满一筐的好东西 过会儿 我们俩玩吧 我们现在堆个沙子城堡吧 好啊 阿露会堆得漂漂亮亮的 好厉害 厉害吧 厉害吧 选材 露露 变身 这是干什么啊 露露 故意的办 才不是啊 是浓浓没接到球才这样的 你别撒谎 我都看到了 我没说话 我没说话 你笑太狠了 好累啊 在哪里休息一下呢 那里 那个大叶子树的树荫下看起来不错 好凉快啊 露露露 露露 怎么能一个人买树荫都站了呢 是我先站着 我动得最多 所以最热 什么 这是我的位置 不能过信啊 露露 爽 露露 我也好吃了 露露 应该大家一起休息啊 太阳太刺眼了 真舒服 露露 露露 我们盖着椰子树叶休息吧 太热了 是的呀 什么 树叶怎么没了 什么 你们到底笑什么 你们挪了我的位置是吧 是吧 露露 看好了 那 你画的线还在呢 太阳一动的话 树荫的位置也会移动的 看 太阳在动呢 所以影子也会动的 是啊 这我都知道 就不可能有我宣材露露不知道的东西 早知道老师待着就不划线了 露露 我们来做一个休息的阴凉地方吧 大家一起合作 就能做一个很大的阴凉地 这样就能大家一起休息了 好主意 露露 好主意 好主意 好好啊 阿洛和迪迪去找一些小树枝 洛洛和我一起去找一些藤蔓吧 接下来 阿璐抓住垫子的一端 紧贴的小椰子树站着 现在呢 弟弟抓住这一端 站在大椰子树旁边 我们把它们用藤腕绑起来就行了 好大 努努 来 来 好的 我也好了 真的出现了一片好大的一两地 露露 去哪了呢 刚才找藤腕的时候发现的 这不是椰子吗 还差了鸡管呢 谢谢你 好好喝 刚才我只顾着自己了 真是对不起 谢谢你 来 这是露露辛辛苦苦拿过来的 快喝了吧 再这样的话就不跟你玩了 知道了吗 知道了 知道了 快坐下 大露露 好凉快呀 太爽了 こ có ya 嗯嗯 跋 p 跋 trzy 锅 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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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咕 现在可以烤美味的面包了 咕咕 鸡鸡 天亮了 快起床 睡得好吗 鸡鸡 鸡鸡 该起床了 再睡一会儿 今天不是说好早起准备演奏会的吗 对哦 要唱歌的 我要唱歌 鸡鸡 那也得洗了脸再走啊 怎么样 帅吧 真是气势磅礴的鼓声啊 不愧是我 要再听一次吗 不 你别敲了 吵死了 咦呀 什么 我的鼓声蓝场 嗯 太吵了 别吵了 别吵了 好在大家都会乐器呢 那么现在只用决定谁来唱歌就行了 说到唱歌 那当然是我啦 阿璐也想唱歌 我要唱歌 我要唱歌 冷静一下 露露 阿露 谁啊 乘客 当然是我 我可比你唱得好得多 我会在马克马山上自由地飞翔 我会在马克马山上自由地飞翔 拜拜他们 我是乘客 太阳事情都能做 他会走得好 他不会迷路 咕咕 咕咕 哇 声音真的太好听了 不愧是咕咕爸爸 声音大到可以让嘟巴嘟巴全村人听见 如果让咕咕爸爸来唱歌 我们就能在演奏会上拿下第一名 咕咕 我要是好好练习 一定可以唱得比咕咕爸爸还要好 咕 咕咕咕 是啊 咕咕爸爸唱得更好 咕咕咕 咕咕 咕咕咕 咕咕咕咕� 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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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吗 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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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鸡鸡 鸡鸡 快起来 阿璐 阿璐快起来 取到了 我们知道了 爷爷 快起来吧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这个 已经到中午饭时间了 和乃莉的约会要迟到 演奏会怎么办 怎么办 快走吧 也许还没结束呢 娱娜 你们也迟到了呀 太好了 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迟到了呢 孩子们好啊 演奏会推迟到下次了 其实我也睡过头了 稍微晚了点来 但是一个人都没有是怎么回事啊 那么演奏会就下次再办吧 什么嘛 大家一起那么努力的练习 都是因为咕咕爸爸早上没有打鸣啊 是不是咕咕爸爸哪里不舒服 是啊 都被吓到打鸣了吗 我们去看看咕咕爸爸有没有事吧 好的 咕咕爸爸 还来说打了一夜鸣啊 看起来很难受啊 所以早上才没有办法打鸣的呀 得把鸣指住啊 阿露打鸣的时候 爷爷会给我糖吃 我 会屏住呼吸 我在书上看到 喝水可以指住 那么 那么我们就把知道的方法都试一遍吧 好啊 我们一定会让你停下打鸣的 是啊 我来帮你指住 跟着我坐 喝点水吧 很快就会好的 快喝啊 我带来了糖果 吃了这个就会止住了 怎么办呢 如果不赶快止住打鸣 咕咕爸爸会更难受的 怎么办怎么办 昨天咕咕爸爸要不是从鞦签上掉下来 就不会被吓着了 也不会打鸣了 就是这个 都过来 吃好了 因为是被吓着了才会打鸣的 要是再被吓一次 也许就会停止打鸣 应该能行吧 应该能行吧 好了 咕咕爸爸已经停止打鸣了 真的吗 停下了 真的太好了 咕咕爸爸振作起来了 现在可以早起了 演奏会也可以进去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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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